袁绍 刷个辅光凯或者藤甲 刷了这个也行 二号位借张飞 有点凶啊 要不出气不易不要了 解锁换一张 哎呀这换的是个灯 好我就信你一回 这个给完给刘胜 张飞打不死的呀 怎么可能打得死 就这么几张杀 你想打死张飞呀 做梦呢 张飞嘛 剃个冰凉寸断 就可以了 直接过了 冰凉寸断 直接过了 我就不信你还有杀 小呀装什么大一把狼啊 还青钢剑三张杀 啊 我会怕你啊 来放拳直接觉醒 谢谢清平相父做主 凤赵 定顶东南 让我想想看啊 你们觉得张飞手里会是个啥 咱们是直接打死张飞 还是打死我上架 直接打死我上架 你们稍等啊 我在找音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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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 我们再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东西开五股风能捅张飞不成立的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开五股风能捅张飞 首先一种花色被废了 你可能能打张飞四点血 然后呢 如果袁绍是内奸拿套旧张飞 然后他乱七收张飞 你怎么办 你们考虑过这个后果没有 你们是不是从来没有考虑过 你们是不是没有考虑过 袁绍不是中的可能性啊 我没说错吧 如果刚才我摊开五股风能 去打张飞 结果被袁绍拿套一救 你五股风能还给袁绍额外送了一张 你后续准备怎么办 这边加一根铁锁 我选择拿铁锁 你后续怎么办 这不是给袁绍送子弹啊 顺手牵扬 所以说开五股风的打法就不成立的 没有用的呀 你连个张飞你都射不死 这不是 这个加一码是不是铁的 好像乌骨里拿的吧 大哥你别逗我 这张正华 我去九张牌看四张 太吓人了 现在就不知道张正华是中还是内 或者是不是反 袁绍现在还也是什么尺寸都有可能 我跟你说 袁绍他都有可能是反 我现在说不清楚 他出杀了也不一定是中 他出杀了有可能就是反的杀内 或者内阶杀反 而且人家有牌摸的 人家凭什么 这破事我先不管 好吧 觉醒无望了 你就是个死人 你知道吧 铁锁连团 有时候 死人比活人有用 飞哥拿那张冰沙是草花的还是黑桃的 我到现在都没看清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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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的 现在那个草花跟黑桃只有大牌的时候看得清楚 小牌根本看不清楚 草卫霸业 可以啊 春哥 怎么样 怎么样 咱们这个主攻玩的是不是很不错呀 对吧 那重臣给我当主攻 是不是特别安心 这张飞是求死了 让他去吧 现在其实还是挺怕春哥是内阶 那不是吧 那肯定是袁绍内建的 乐不思熟 你就你就说忠臣 多安心吧 给我当给我当忠臣 对吧 那为什么我当忠的时候就没有这种主攻呢 就没有这种大局观高一点的主攻呢 你说刚才要是真的听你们的什么开武股风的把张飞打残 这袁绍一射不是完蛋了 他可能射不死张忠华 但是他狗急跳枪就把我射死了呀 行了行了 我虐你了 直接抬走了 这袁绍不可能是忠了 这袁绍要是个忠 我就送忠张忠华赢了 我懒得跟他打 可惜了 袁绍 来来来 给我的两大神钟点个赞 袁绍嘛 哎呀 可怜巴巴的点一个 还敢 还敢在我上家选什么 那玩意着啥来着 看责对吧 老子打的就是精锐 还有那个李绍 我跟你说 袁绍跟小胖跳飞反之后 那个李绍就是我的眼中 我的眼里根本就没有张飞那个东西